今天的答案好精確 來 葵葵大哥來請上來 剛剛那張圖表不是列了嗎 爸爸帶你買房子 這時候你已經生小孩帶帽了 所以呢 10793將是國安基金 護盤的目標終點站 對 原則上我這樣講 因為任何東西 它都有一個自然界 或是學理的理論 那比如說我們上次在講說 當一二一九七的時候 跌到八五二三 你有沒有印象 我們說他至少會反彈到 黃金分割率零點三八二 好 你去看 當時我在講這個觀念 我有配合圖表 從第一週的國安基金開始起來 我就跟各位講說 國安基金只要宣佈進場 我說沒有反彈行情 任何你記不記得 我說只有反轉跟回升 到今天到昨天高點 已經漲了快兩千點 那如果兩千點還要反彈 那請問一下 以後的反轉回升要多少千點 對啊 所以是回升 通常我們這樣 重挫之後繼續漲上去 不再回頭叫回升 談了一下會再跌 叫做反彈 所以您確定現在是回升 你覺得漲兩千點不叫回升 那請問回升點以後是要一萬點嗎 我懂了 對不對 對 接下來我跟你講說 它有五個階段 我從一開始就跟你講 它有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記不記得 我跟你講第一週它是止跌盤 我說這個地方只要碰到大跌 只要碰到大跌 你就買 絕對不要賣 而且我記得我當時來介紹 國安經濟組織成員的這個金融內容 我說如果你不相信把電視關掉 不要看了 他們玩還不贏的話 你就真的太傻了 然後大跌再買不要賣 第二週即便我開始跟你講 它就進入上升軌道 有沒有印象 然後我說 當第一個缺口出現的時候 我幫葛國大哥講一句話 上個禮拜在零休假 但是在清明節前 葛國大哥說 放完清明節假期過後 如果全球疫情趨緩 台股將走出一個上升軌道 Bingo 對 然後我再告訴你說 如果台股反彈到0.5的時候 他談到這 你國安基金不管買多少股票 他一定盡速退出 而且不會再買 保留實力 這就印證了 葛國大哥又對了 國安基金開會之後說 我們只有買一點點錢 沒有買很多 但是我先跟各位介紹 國安基金的買進股票 他前面有一班兄弟 這個兄弟叫做郵政勞儲 今年以來你去看 郵政勞儲總共買了1074億 如果不是他們買 外資的賣壓他擋不住的 2008的金融海嘯 郵政勞儲買了1403億 才能擋住那個金融風暴 可是將來到了高點 當政府要給你買房子的時候 他要不要把他兄弟帶出來 一定要啊 而且這個點數是怎麼抓的 這個點數是根據過去6年以來 20年6次以來 他在每一個退場離席的 大部分都是抓2000到2500點之間 就是從低點到這邊 對對對 他就漲到2000到2500點之間 這個地方正好是2270多點左右 他就陸續退場 國安基金叫做國家安定基金 他如果改個名字叫國家炒作基金 他就會漲到這了 沒禮貌 不是他是安定基金嘛 他只是他不在乎賺賠嘛 他只是為了金融穩定 他是要穩定市場信心啦 因此瑞涵我記得我跟你講說 10360之前千萬不要看量 對對對 我跟你講什麼量都不要管 你每次問我都跟你講不要看量 那現在呢 現在只要注意一件事情就好了 絕對不可以爆大量來回震盪 絕對不能爆大量 我問你啦 如果漲了2000多點 你覺得爆大量來回震盪 出貨的人比較多 我記得我們在12197的時候 外資一直大買一直爆量 我就跟你講那外資在出貨 那我問你喔 現在呢 比較好的健康的量 大概保值多少啊 任何量都是健康 記住喔 任何量 一億到2000億都是健康的 反正多少都沒關係 那你又說不能爆大量 那爆大量 我所謂爆大量危險量是2300億 會這麼多嗎 到2500億 一天嘛對不對 對 單日量出現 這個就是危險訊號 那2000億以下都是安全 那我問你喔 1500以下跟1500到2000 哪一個比較好 我跟你講1500以下的意思 代表他在拉回 對嘛 他在拉回修正沒有量 那1500到2000 1500到2000就是他逢高會震盪震盪 他會多少著量的調節一點點 大概是震盪區間 對 震盪區間調節一點點 所以這個地方他一定會賣 到了所謂季報公布的時候 行情會重新回到這個地方做震盪 然後最後一個階段 他開始來到黃金分割率 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剛才講了 政府最後在這邊買房子 買房子是不是要需要很大量資金 當他很大量資金開始買房子 帶你買房子之後 請問你大量震盪走高 你就要心裡知道說 其他就要靠你自己 因為接下來他就回歸到基本面 剛剛大哥有說一件事 我還是要問清楚 來到了目標區10793 不僅國安基金 連這個郵政勞除四大基金 也都會退場 所以這個目標區 你可能要跟著賣 而且如果要操作股票 要更靠實力了 但是我先補充一點 因為你疫情的減緩跟好壞 一定會影響到股價的波動 那如果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要怎麼去證明說 國安基金退場 因為他已經從過去的戶盤 原來是沒有期限的 現在跟你講說到疫情結束 他就變成打了長期的抗戰 所以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是 如果出現爆大量的震盪 他當然是出貨 如果沒有出現爆大量震盪 並不排除他繼續慢慢往上走 直到有一天找機會 全部的退場 那我知道了 最好的健康量是1500到2000 不要超過2000 好 五階段知道了 最後一章來大盤劫語了 好 這是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台股的所有交易人的一個狀況 它分為三個對象 我記得我在大盤這波 在互盤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 政府是互盤 投心是解套 散戶是搭轎 記不記得 為什麼在這個所謂的這個交易裡面 分三個動作 分三個族群 一個是大戶 一個中時戶 一個散戶 那大戶中時戶散戶是怎麼定義呢 大戶是說 每一季交易5億以上 這個叫大戶 中時戶是每一季交易1到5億 一季交易在1到5億之間 這是中時戶 一般以下都叫做一般的散戶 但這次很奇怪 就是說大戶已經減了58人 因為大戶人不多 只有一兩千人 因為一季要5億以上 中時戶卻增加952人 散戶卻增加了44.4萬人 為什麼 因為賺錢 因為原因在這 好不好 因為當時大盤 這波跌跌下的時候 大家都受到停損賣壓的傷害 那大戶本身 他的警覺性比較高 他的擔憂心也比較重 所以他退場之後 他重新進場的力量跟機會 是比較困難 因為他至今大 因為大戶要他進場得要深思 所以讓他沒有十足把握 他不會進的 因為他至今進去的金額很大 你突然一下 他損失會很慘重 所以他很警覺 但是中時戶跟散戶 為什麼敢進場 因為手腳快資金少 第一個中時戶跟散戶 他是逢低布局 為什麼逢低布局 因為他們有危機入市的觀念 因為你很少看到說 罕見說台股是跌破十年限 或是國安基金進場 所以每逢這個 那個中時戶散戶就會進場 一定會參加咖的 但是記住 為什麼大戶去減少 為什麼大戶減少 因為未來當國安基金 到出場之際離開之後 回歸到基本面 回歸基本面之後 就會回到財報的修正 不管是減緩或衰退 利空敲擊出來 從過去經驗 導播清掉 2015年 2015年 2013年 都是國安基金 2011啦 2015年 2011年 都是國安基金宣布進場的 第二個月之後 開始翻轉 比如說 3月19號宣布進場 4月份走高 5月份再走高 接著又回來了 幾乎兩個月過後 都是回來怎麼樣 有的是跌破年限 有的是回測年限就走了 那基本上它不會破 原來國安基金宣布的起張點 10年限 對 就不會破它 原來在10年限之下 那個最低點 但是都會遇到 後面都會遇到說 大盤做一個 拉回測試10年限 也就是說 第二隻腳的動作時候 因此這種情況就是 大幅它不容易 在這邊會觀望 也會等機會 但是散戶會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當到了相對高檔位置 最後你有看到 爆量震盪走高 拜大量之計 各位就要跟著 政府基金同步而行 就要腳底抹油 在高檔做 把檔賣出的動作 保留最好 保留最大的現金水位 將來第二波拉回的時候 相對低檔的轉折 重新進場 太好了 所以今天終於 聽到目標區了 可是還沒到目標區之前 都還可以留一點信心 任何拉回 你都跟著它走 因為它一定會繼續往上走 因此 如果現在還處在上走的階段 那麼您的股票該怎麼辦 說實在的 因為大家都在走 就走 漲漲漲 漲到我的KD指標 也來到80了 請看大盤的日K 大盤的日K 我就順著大盤的K棒 找出這個端倪囉 你看 就像虎虎大哥說的 上升軌道繼續往上走喔 可是KD指標已經來到80以上了 80以上代表過熱超買 買過頭 但台股也在怕嗎 在80以上頓化 繼續往上走 因此如果在80以上不頓化 而是死亡交叉往下 那麼航急就會往下 是不是這樣呢 來看我幫你找到了 找到了 個股KD指標超過80 股價差很大 也類似在高檔頓化 您看看 最近五天 漲很多喔 有看到嗎 但如果在80以上出現 死亡交叉 漲很少喔 對 甚至還跌 虎虎大哥先教大家 為什麼要看 KD指標超過80 大的意義何在 好 我想在這個地方 超過80以上 我們先給我這樣白板好不好 我先講 各位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如果在80以上 死亡交叉 要看是哪一種結構 注意聽喔 一種是這樣的結構 是這樣KD死亡交叉 80股價是在這種跌破的時候 這是股價的走法 對 這是股價走法 就是M頭 或是頭肩底 這個是會修正很兇的 等一下喔 我先畫一下 這個已經都來到了 80以上的KD 這一條是80喔 好 來繼續 好 這種修正會很兇 另外一種是這樣 在高檔一直做很多次整理 到了80以上 開始往下跌的時候 這種也是修正很兇的 那如果像這個都出現 幫我換藍色吧 如果說都已經出現破頸線 是 都已經出現 都從頭了 破平台 這叫破平台 這叫破頸線 那KD勢必會在80這邊 出現了死亡交叉 沒錯吧 這個會跌很兇 你要立刻出場 可是有一種股票 是完全沒關係 好 來繼續畫囉 另外第三種股票是這樣的 他是在上升軌道當中運行 但是技術指標出現80以上 往下死亡交叉 這種是比較沒有關係的 可是往上走還會死亡交叉 還是在80頓化 趨勢大於技術指標 趨勢大於技術指標 這是中多長多的趨勢 我問你喔 如果走出上升軌道 他在80以上 應該形成了繼續鈍化 而不會死亡交叉吧 就在這邊 但是所謂的鈍化 一定有個條件 就是說 你在80以上的時候 你要維持三天股價 都站在80 那才叫做鈍化 如果站上去三天都不到就離開 那個就不叫鈍化 所以葛國大哥來 謝謝您先繼續做 這個圖有看懂嗎 小結論喔 如果在KD80以上 出現了這種K棒走勢 勢必死亡交叉 請小心修正幅度會很大 如果還在上升軌道 可能在80上面 出現了一點鈍化的跡象 但是到底日後有沒有危險性 回到現場之後 讓葛國大哥把重要性 跟你這下報告這個可以清掉了 然後在各股舉例做說明 更要說明的是 台積電今天召開了法說會 到底法說的內容如何展望 我們國內全球半導體產業 未來的發展趨勢 世心為您說明白